哇 想不到說愛家 會越落到這種地步 老佛爺啊 您就別擔心啦 至少還有奴才在啊 就讓小的伺候您到天荒地老 海枯石爛 我真倒楣 險上您來訴訟我 老佛爺嚴重啦 老佛爺您快瞧瞧 那邊有個人在竊竊私語 也不知道在幹啥 奴才斗膽 請老佛爺一尊救驾 隨小的過去瞧瞧 哎呦 寶貝 你知道這世上我最愛你一個而已啊 哎呦 小寶貝 小甜心 你是我冬天的太陽 夏天的冰淇淋耶 哎呦 肉麻當有序喔 噓 別吵 哎呦 我整個人都屬於你的啊 老佛爺 老佛爺 哎 趕快過去瞧瞧 走 哎 我當然記得囉 你是我的巧克力貓 我都會希望一口就把你給吃掉 好啦好啦 我馬上就來陪你嘛 不過不是工作太忙 我也一直想陪在你身邊啊 哦 對了 外面現在很冷喔 你記得多加件衣服喔 欸 我待會陪你逛街 你想買點什麼我送你嗎 我就來了喔 我知道喔 我也好想你喔 嗨 小清清 喔 小寶貝 我等你好久 趕快走啦 我也是 走 耶 欸 小女子啊 小女子啊 她要告訴她 這到底是怎麼啊 祈禀老夫耶 奴才才書學前 也想不透個是什麼道理 但是呢 以小的猜想 這大概是現代人所謂的 靈與一之愛吧 哦 我們不討論這一些啦 剛才他們手上拿的那支黑黑的 是什麼東西啊 稟告老夫耶 這是時代的新產物 又名大哥大 也叫做行動電話 強調人與人之間 可以隨時通話的通話器材 欸 這樣聽起來更有意思耶 是是是是 小女子 走 那你就去拿一支來 讓她來試看看 是的 小的馬上就去 這個傷腦筋耶 行動電話去哪裡找啊 老夫耶這下可出個真的難題啦 這個人走路怎麼這樣子啊 不長眼睛的 差點撞到我耶 欸 不對喔 怎麼可能撞得到我 不過這行動電話去哪裡找呢 行動電話 呼叫氣BB Co 哎呀 真是天之我野 踏破鐵鞋無密處得來全部費工夫 這會兒可以交差囉 小女子怎麼還沒回來啊 奴才給老夫耶請安 起來說話 謝謝老夫耶 小女子啊 怎麼樣 找到了嗎 拖老夫耶鴻福 奴才找到一個比行動電話更有趣 更炫的玩意兒來孝敬您 那趕快拿來給我瞧瞧 啥 那這個玩意兒叫什麼啊 比老夫耶 這玩意兒叫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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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字好難聽喔 可是聽起來還滿有趣的 小女子啊 蛤 我突然間覺得好冷喔 那我回公 老夫耶 妳要為國尊重保重榮體啊 對不對 那這個科技該怎麼辦呢 不要管他啦 留在這兒看誰要隨便嘛 蛤 老夫耶妳小心走 老夫也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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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東西啊 撞到人也不道歉 bows 喂 借了 高女子 一手 喂 喂 怎么样 这口气很特别吧 还有 很酷 没看过这种造型的口气 你在做兄弟的很不够意思 有时候好东西 不知道跟我分享一下 来 我敲敲 我敲敲 你干嘛 什么干嘛 这口气又不是我的 你不要让他注意 我就要拿去还了 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我给你买嘛 可以吧 我有钱 多少钱你说吧 五千 五千可不可 还是 还是八千 你神经病啊 我就跟你说了 这口气不是我的嘛 我只是不小心捡到的 晚上就要拿去还了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那更好办了嘛 对不对 看在我平常带你不好的份上 就把他让给我好不好 好不好 这不好吧 这口气这么特别 要吊的人可能会很着急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帮你问问看 那你买得到 不是嘛 贾张啊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哦 来了 哎 直播 哎 这么急要赶去哪里啊 我给你再说吧 好 把机器拿去跑开 好 哎 反正我闲着也闲着 那我们一般去吧 好吗 不不 我有这个荣幸吗 五千 等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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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好像有耶 什么漏洞的声音啊 在这边哦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哎 志峰啊 哎 怎么样 轮胎破掉了你看看 哇靠 怎么这么倒霉啊 嗯 好啦 别气了 我看你这样好了啊 你先把车拿去修 嗯 那个抠机呢 我帮你拿去还好吧 好吧 好吧 那拜托你了 哎 别这么说了 来来 啊 抠机 在这边 哦 拜托哦 好 去吧 来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红帆下了 是吗 是吗 是向爱如此吗 来 这边坐 没事 哎 哎呀 哎呀 这是什么呀 哎呀 哎呀 好酷哦 不要乱碰 啊 不要那么凶嘛 我叫你不要碰就不要碰 你听不懂啊 我讨厌啊 乖你请我喝酒 对吗 我也要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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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 哎 大哥来 我也要不要碰 都有 都有啊 干嘛 这个小子太嚣张了 也不知道自己几两种 就是我的 给他你的颜色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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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好啊 真心 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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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咦 打哪两种了 关那一汽一下 操炉你还没关害你啊 喂 你走的我自己保险的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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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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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娘長得不錯 咱們去聊聊天怎麼樣 哦 不冷 我已經有同伴了 你們兩個想幹什麼 沒幹嘛 只是看他就穿著漂亮衣服的狗 才教訓他一下而已 你說什麼啊 你說我不是狗啊 扣子 扣子 不要打了啦 救命啊 救命啊 扣子 靠 看你打了什麼時候 打給他死 怎麼你再屌啊 啊 這小子嗆得挺屌的 嗆得挺屌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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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走運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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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欸老哥 走啦 吃飯啦 哦 好好 欸 你幹嘛啊 該不會跟你在幹架吧 哦 啊 沒有啦 我昨天下樓梯都摔一跤了 真被 欸對了 那扣子你幫我還了沒有啊 拿去啦 拿去啦 哦 那老闆怎麼說啊 什麼老闆啊 扣子行的老闆啊 他查出來是誰的嗎 哦 他說他聯絡看看 才能確定啦 那結果咧 反正他聯絡以後 會讓我們知道嘛 你幹嘛啊 不相信我啊 沒有啦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 好吃飯去吃飯去 哦 啊 誰啊 一大早在那邊call 不要看了啦 是 怎麼死 7點 這樣不舒服 幹什麼啦 不要這樣 誰啊一大早就在那邊摳 不要看了 你說什麼啦 幹什麼啦 不要這樣 幹什麼 小雪啊 前天晚上我有看到你 看到我就看到我嗎 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不是每天都看到你嗎 白天看你規規矩矩 到晚上你就變成個樣了 你們在說什麼 你兄弟可神氣了 穿了一身酷弊的衣服 在Pub裡面被那個妹妹 捧得跟皇帝一樣 哦 難怪這幾天精神不濟 魂不守舍 原來跟女人玩瘋啦 對啊 你可屌了 不要拿出什麼怪東西 搞那個妹妹啊 團團轉 哇賽啊 夠了沒有 誒 這什麼 就是這個嘛 哦 空氣哦 誒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不是說已經還了嗎 怎麼在這裡啊 你到底在搞什麼啦 你到底在搞什麼啦 你有玩沒玩啊 啊 只不過是個摳機嘛 值得你這樣給我翻臉啊 適不適得 但是我發現它 本來就要還給人家嘛 好了啦 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喜歡這個摳機 你就當作沒有解過它 不就好了 不行啦 這委會有做人的原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幫你問問看 又不能找到一樣的吧 直播 你又想在騙我的摳機啊 你話別講那麼難聽好不好 其實 我是有件事情想跟你講 就是有關這個摳機啊 你看他看吧 還說不是 你先聽我把話講完好不好 這可是攸關生命的大事啊 哪那麼誇張啊 是真的嘛 不然我們先上車再講給你 好不好 走啦走啦走啦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只要一帶上次摳機 人就好像失去理智一樣 等我醒來之後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直播 你一定要幫助我 一定要幫助我 你先不要激動嘛 我們一起想辦法 我看 我們現在要摳機的主人 也許 就知道事情的真相啊 我現在要想啊 他要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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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急嘛 走 我們現在繼續走 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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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一點吧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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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靜一點啊建平 你幹什麼啊 我不想死 你瘋了 我不想死 建平 我不想死 幹什麼啊 我 那個靠近啊 靠近啊 建平 你不知道狗是不可以在這水地大小便的嗎 他媽的說誰是狗 有事 我早就警告過你 可別再讓我碰到啊 說的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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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好那棵树够大 要不然我的命都会饱了 什么都倒了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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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題是這個掃墓 但是怪怪的 一看時間 是3月1號今天 你清明節這麼長一段時間 我們要不教觀眾 怎麼吃粽子滑龍舟 你是在嘰笑是嗎 如果說到你這個小孩 不服就是不服 我如果要說給你服 我的嘴唇就好打擾 你有嘴唇嗎 所以說清明要過很久 但是就是要跟人說 清明節已經夠了 我們如果要去培養 我們不知道要注意一些什麼 細節部分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稍然這麼說 先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富賢 嗨 富賢你好 小瑋 小瑋 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漂亮 請教我們美麗的小娟 你有掃墓的這個習慣嗎 說到掃墓這個習慣 就要問我就知道了 那當然就是完全都不清楚 不過這個聽說掃墓 有一種這個指叫做墓子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棋流何在 墓子 怎麼來的你們知道嗎 其實你們都不知道 不是有做墓子 以前是有做掃墓 掃墓 對 不過現在它還在不一樣 說有做掃墓 以前是怎麼這樣說 我感覺到以前我們在培養 要用那種掃墓 掃墓 那就是只有一種顏色而已 就是土黃色 現在有改變了嗎 現在大家就是都在社會地發達 都要講究這樣就要比較漂亮 你看 彩色 摸花十色 這有都五色 現在人也有人說 你要去買賣 不會說要買什麼 就說買這個五色紙 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我們拜好 把盆頭 第七尾 頭蓋一尾 什麼頂頂 我們人就是這樣 所以要七張 對 不過我跟你講 講到這個掛紙 你要問我 我真的很清楚 是 你們知道它怎麼 那個由來是什麼 知不知道 我跟你講 你好像不相信 我真的 我以為你只知道掛包 你會知道掛紙 我真的知道 好了解 他是來自唐朝 唐高祖 他叫李淵 他在沒有當皇帝之前 他是一個流浪漢 他媽媽那時候死掉了 就埋葬在這個亂葬鋼裡面 等他當了皇帝之後 他就要找他媽媽的墓 然後就到這個亂葬鋼一看 找不到 找不到 這麼多 怎麼可能找得到呢 怎麼辦呢 他想一個辦法 他拿口袋裡有那個紙幣 他就把它一撕 然後就拜拜 然後求求你啊 老天爺啊 讓我找到娘啊 你要指示我一個方向 讓我可以找到你 然後就把這個一丟 丟出去之後呢 真的他媽媽顯靈了 就有這麼一張紙 貼在其中一個墓上面 那個風怎麼大 那個紙都不飛走 他就知道說 這就是我的娘的墓 笑感動天 對 所以他就開始 那就開始在那個墓上面拜拜 所以這個人 人們就開始知道有這個掛紙 用這個 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又有了這個掛紙 然後呢 表示說我來過這裡掃過墓 你很棒耶 上我們節目還做功課 拜託你什麼棒啊 我背了很久了 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對不對 你看 你就看主的啦 對 但是兩位攝主 可能對親民節有稍微了解 不過請問一下 親目跟舊目 既掃的這個規矩不同 你們知道在什麼地方不同嗎 不知道 馬上為各位觀眾朋友公布 親民掃墓完全守則 一起來看 親民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利用親民掃墓祭祖 是我們中國人固有的傳統禮儀 如果您以為親民掃墓 只是一項簡單的儀式 不需要注重太多的細節 那您可就錯了 因為除了得不到祖先的保佑辟印之外 您還可能因此觸犯了禁忌 而招惑惹凶 國立四月五日是政府明定的親民節 我們一般也多利用親民節當天 或者是前後的假日 進行掃墓活動 然而您可知道 親民掃墓的日子 其實是有遺跡的 初一年現在用起來之後 比說一定要在春夏 每一年的春夏以前 如果今年的春夏是在二月二十四日 農曆二月二十四日 你春夏以前就可以用了 聽說開夢頭 如果第二年 他可以用在這個 清明節的進城 還要前一天還是進城的災事 第三年 他可以用在清明節的核佑農 當時的核佑農 或是假退後的日子 此外 新墓和舊墓 供奉的祭品也有差別 一般三年以上的舊墓 可以隨自己的喜好 準備豐盛或簡單的供品 新墓的供品 則有一定的規矩 首先看看厚土的部分 三星 有的人比較濃縱是用五星 三星是用 粿 肉 魚 三星 如果五星要加什麼 加一個豬頭 再加一隻鴨 雞鴨魚肉 要加一隻鴨 再來就是米菇 發芡 水果 鮮灰 鮮灰一堆 這個鞋子 再來有金鎖 金鎖魚 魚用的金鎖是什麼 收金 掛金 獲金 這三種金 其次是木頭的部分 這個薩蓬 他準備這個薩蓬 這十二項的東西 有幾項東西必須要的 就是說雞 鴨 魚 肉 土豆 菇菜 菜頭 蚵仔 這必須要準備了 其餘 你們可以自身去選擇 另外還有花粿 紅菇粿 水酒 鮮花 素果 以及掛金 大銀 修銀 等等的金紙 本省的掃墓禮俗 主要分為陪木和掛紙 陪木就是掃墓 表示修墓和祭拜的意思 介紹門通常 譬如說 鐵絲和鴨孫 出來前一年 要開這個夢頭的時候 譬如說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拿進來 所有的大家都進來 進去 進去之後 把這些東西 應該擺的東西 分工合作都擺擺擺 可不可以說 夢頭的東西 和效果的東西 現在大家都去白白好鴨 白白好鴨 白白好鴨 之後 從開始點燕 開始上香 今天大家都來這裡點燕 頭一個禮拜好鴨 譬如說 他在幫我們照顧這個夢 他算是 都要派去 都要好壞 收這個 等於算守衛就對了 要擺擺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也一樣要提前這門 但是要跟他說好話 譬如說 你要跟他說 像這個 我們這個夢圈在這裡 譬如說 聖母母什麼人 什麼斬公在這裡 你們聖公討理說 你這次譬如說 你這次譬如說 把我們照顧這個 山頭到這個夢圈 把我們照顧好 我們驚孫 每一年都一定要 會來幫你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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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盡量都會說 由透拜好之後 譬如說 本來就是拜夢頭 驚孫帶來 都帶來這裡拜夢頭 這個驚孫都站在這裡 好 這個鐵巫站在這裡 鐵巫站在這裡 好 第三個步驟是 是 撥蛋 好 為什麼要撥蛋呢 代表吉祥嘛 蛋殼灑在浮沫上面 為什麼要灑在浮沫上面呢 這個蛋殼就是代表說 把這個浮沫 如果說塗凹下去啦 或是塗 這個大魚沖刷 就流失了 我們這個蛋殼就 把他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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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風水的 應該 沒有那個夢 沒有固定頭的東西 土不夠的東西 補救 第四個步驟是 對夢圈 你可以把 以前每一生 每一生的 挑一張 下去 第一個 這個夢圈 再來後面 第一 第二 頭前 第三 土地說那些 第四 再來 夢圈上 要第五月 比說後面 頭前 左右 中間 五月 五月 比五月 塗土 這樣來 把這個氣場的補 我來 補他這個夢的步驟 夢圈抵好之後 再來再收金 再來不要放跑 至此 掃墓的過程 算是結束 不過 在最後 要提醒您一項 最容易疏忽 而觸犯的錯誤 看了這個影片 我就有點百思不解 不是用掃墓掃地 難道是用手來掃嗎 好 馬上要請教我們專家 風水地理專家 陳旺庭老師 陳老師好 謝謝 阿姨妳好 小姐妳好 小姐妳好 我想請教妳 為什麼不能用掃墓來掃 對啊 因為掃墓 掃墓是最積費的 最積費的 不會把妳的錢都把妳掃光 因為妳的棉 妳無論怎麼放 妳的棉 妳可以掃花花對不對 掃花花好的時候 妳可以用紙 或是用紙 紙張布去擦一擦 擦一擦乾淨 就好了 掃墓是絕對不能掃的 在後面說 不能用掃墓以外 其他的應該要叫人家準備 注意什麼東西 春秋 春就是清明 秋就是擦淨 這兩天可以上香以外 春的你去就是 是說把那些火氣的蓋上走一個合遷的狀態就好了 掃網的規矩你就盡量比說 再來就是他要去你現在的炒瓜好 帶出來的方式 再來就是要帶紅軟 紅軟那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他想說你想說你的心房做好 不一定會地當大火土壤會流失 紅軟白白的客氣的心 客氣的心就是把他的反省不足的東西補起來 老師我剛剛看到這個VCR有說這個 說什麼是個心母 不能要在春色之前把它掃完 那如果說過了那個時間怎麼辦 這春色是這樣 這春色的由來是這樣子 他是古代的皇帝 他都用春色日 春色日去天壇祭拜天地鬼神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五股豐收 所以說他這個天主 我們這個民就不可以跟他一樣 要拿他的証情 所以說心房一定會這樣 如果說心房做好第一年用 第二年你可以用清明的當天 再時 第三年用月報時 這樣就好 所以啊 觀眾朋友你們大家聽清楚嗎 我們現在剛才要把你們提起說 今年的春色就是在國歷三月二十一日 那你如果說有心房的人 就要提早一天 趕緊去背望 可能用凌骨塔 燒成骨灰嘛 是 那這個祭拜方式是不是一樣 祭拜方式不一樣 祭拜方式 祭拜方式他只是春色兩次而已 他現在大概在清明節 他會嫁那些通知彈給你們 你們來繳納大概少許的錢 他會給你們傳一些東西給你們 你們去那裡送香 做公讀費 那時候春色兩次 再來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 對 他會做春色兩次 這樣下去 你們其實去付這個高級就好了 那像掃墓有沒有 什麼生肖不可以去或什麼 沒有 完全沒有進去 只要是你的祖先 仔細協同 什麼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朋友呢 朋友 如果怕有一個辦法 你這次去的時候 你就 青菜我們一瓶一瓶 那種手的 含在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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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跟他說話的時候 你也是用心跟你說而已 對吧 你唱個拜託 每次跟他說就好了 出來之後 走之後 唱到拿走 沒有 有些小細節 有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是不能說天氣 也是不能說 麻糊麻糊 對 而且是失蹤員 對 總是在講去錄 聖宗追遠 而且像有很多外省第二代 其實也沒有目可掃 對 不過說實在 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 掃墓的儀式 心意比較重要 新陳 對啊 我們應該尊敬長輩 尊敬主仙 聖宗追遠 對這很重要 你這次就起來去 合唱個拜拜 憲靈娘娘主持人就好了 說過了 台灣進行團 他要帶我們去拜什麼廟 這是特別的廟 就老公 當然 更要感謝我們陳旺婷老師 幫我們講解這麼多 謝謝老師 謝謝 休息一下 來 辛苦 謝謝 歡迎收看台灣進行團 自從上個禮拜 我們推出台灣進行團這個單元之後 觀眾的信件由如冰包般飛來 大家都學騙般 我們是冰包般飛來 反應太熱烈了 感謝我們的團長阿嬌小妹妹 謝謝 謝謝 辛苦 謝謝 你好 電話小妹妹 喂 找文怡小妹妹 你等一下 找妳的 怎麼錄影還有電話 不曉得 是我啦 什麼 貢姑 怎麼這樣 好啦 我知道 怎麼那麼衰 好啦 阿姨 為什麼 什麼貢姑了 我知道阿姨 你是不是這個 什麼 對 阿姨 阿姨 這不要說 這如果說到 我真的會抱歉 是說妳 菩薩 說我們感情不好 妳又是 新郵團的團室 好拜 妳說有那個廟 妳也說要稍微 透露我一個風聲 給我去拜拜 看她可以這樣 改一個運氣 沒有 我今天來上節目 也是有目的的 有目的啊 知道妳們這個台灣金香團 這個單元太紅了 我就是也要來叫阿嬌 帶我去一個廟 因為我妹妹最近出車禍 對 然後最近又 就是 因為現在車子真的很亂 然後最近出車禍 然後也是散一個貓 就撞到 撞到對面的車子 然後不但要陪人家的車子 自己車子還要修 還要修路邊的樹 太悲傷了 還要修路邊的樹 對 因為樹被撞倒了 所以我要請阿嬌 可不可以介紹什麼廟 可以讓我妹妹去求一求 拜拜啊 人車平安這樣子 所以說你們找我就對了 我今年要帶你們去這一間廟 它是可以保佑你開車平安 但是也能夠達到阿姨的要求 什麼要求的 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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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 高興嗎 是真的假的 有這麼好的廟 你怎麼這樣 不然兩者快說 他哪一邊 對 我來看看就知道了 好 一起來看看 阿嬌啊 你又要出門了 對啊 路上開車要小心喔 對喔 你提醒我了耶 最近一天到晚 都有車禍發生耶 好恐怖喔 我到底要不要出去 不對 我阿嬌是這個台灣 靜香團的團長耶 我不能只在這裡乾燥騎耶 我要想個辦法 我們去找一間廟來拜 希望它可以保佑我們人車平安 有沒有搞錯啊 是妙妙可以保你開車平安啊 唉唷 跟我來就知道了嘛 拜神拜廟亂記 可是如果拜到了廟 求到了神 往往就可以保佈人平安 在我們行通 全國的舊頭廟四處都有 不過 全門保佑人車平安的照感動 你敢不聽過呢 到了到了到了 咦 阿嬌啊 這是什麼地方 芒甲 芒甲 到這裡來幹什麼 賣食感當啊 真的還假的 台灣也有食感當喔 不是在外島才有食感當嗎 你很看不起我的專業素養耶 跟你講你不小心跟我來就知道了啦 不不不 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您說一個好消息喔 聽說喔 這邊還很明白耶 溫潭的啦 快點快 萬華 八十八十萬家 是台北市開發最早的區域之一 一個萬華 高級鐵路旁邊的 觀南綜合市場 又是我們今天 台灣進行團 所謂造訪的所在 嘿 想不到吧 這些國民國民的所在喔 居然有一間食感當廟耶 我想喔 大家跟我一樣 都覺得很好奇對不對 奇怪了 這台灣怎麼會有食感當廟 這食感當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走吧 跟我一起進去瞧瞧吧 一個觀南綜合市場的下方 這個酒鑑棟廟 可以說 是馬俗水秀 某種旧傳 在廟內 祖童風的身民 大約有二十多順 我們今天在主角 酒鑑棟 就在記中 說到拜拜喔 雖然我是專家 不然我要做團隊有對不對 可是喔 這個食感當廟喔 為什麼會在邦嘎這個地方出現喔 這個我們就要請教一下 我們廟裡的主任委員 吳火土吳先生 請問一位 請問一位 請問一位先生 為什麼有看到 酒鑑棟這間廟 是怎麼來的 這個酒鑑棟的廟由來 是民國七十七年以前 四五年的中間 每年都在這個 三十公圈返圍來 每年都有發生恰好 原來這個萬華鐵路的高鐵橋 過去常常發生恰好 一個各種的 枯木杜山的方法 都沒有效果 在風神書就決定 要起一頓很感動 不過 在這麼多的身民裡面 為什麼會去經典很感動呢 對 有時候早年集中的這個 薑豬牙 薑豬牙 原本就是薑豬牙 薑豬牙 薑豬牙 薑豬牙就是說 我們這個民間的範圍 就是說對這個 這個交通的 這個安全的破線 很靈感 自從騎到酒鑑棟之後 當地的交通事故 竟然在地區來就消失無形 當地的八線都認為 這是酒鑑棟牙牙的理由 唉唷 已經七點多了耶 這麼晚了 不過我看廟裡面 還有很多委員 大家好像都很忙耶 幹嘛 你們問我說他們忙什麼 我告訴你 他們是跌跨不明白啦 你不相信嗎 我帶你去看看 走 雖然已經很晚了 不過在廟內的陣道 也還有委員 每個人都站到一筆一爪 非常專心看的電視 原來 這是每一個禮拜 固定的六合菜開種的時間 大家就用這個骨灰充塑 到底來觀看開種的結果 不過 信徒是不是一個 很感動農業的比喻一下 發了大財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各位想不到吧 這個食感當 除了能夠保平安之外 也能拍名牌耶 不過這位報名牌的那個廟 還不只是只有這一家 我聽說 這壺還有一個酒頭公 也有概念喔 我們來看看 走 一個台北市大黑公園旁邊的 紅酒公廟 可以說是台灣北部 愛算六合菜的人 每一個禮拜 都一定會骨灰一個人廟集 以前一個大家樂 流行的時候 這個廟就因為 當時報名牌非常準 所以氣氛了很粗 教導也還有進度 自從大家樂慢慢不去 六合菜慢慢流行起來之後 當時報名牌的信訪 就已經沒有了 但是 要六合菜購買的人 有完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急降渡的 來教授千百選機 這位是一百二十四 那一般是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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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出大家樂名牌 不就頭說 早就已經退陰交大了 現在 都是一些對香港 立法菜特別有研究的人在這裡 他們在開中一個 進行一天 會來到這個地方不明白 因為中間的機率非常遠 所以客人自然就會完完不轉 第一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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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加一 三十 加一 再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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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三十一 我正硬了 三十一 正硬了 今天工作人員的要求這項 現場的專家 特別為我們透露了 算百的選機 上一期 它這個號碼是固定的 這個固定就是十七號 十七號 這個號碼它就寫說明有寫加五 那麼加五是變成二十二 然後等到有四川要開第二支 這個一七加五變成二十二 這是這個四川的下四期 雖然在日本時代 大焦公就是附近的八世 救平安無敗的對象 想不到 如今 卻變成了六合菜名牌的大焦場 無關是補平白 在這裡是更補人請平安 在全身國地無敗酒頭的廟屋 總是有很多讓人積積清潔的地方 我們有聽到我真的聽到 石感當 好像在寡度 親人啊 親人啊 想不到台灣也有什麼石感當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VCR 看到是兩間廟 一間是在Manga這個石感當廟 萬華 對 就是萬華 然後另外一間就是在大湖公園旁邊 還有一個黃石公廟 到底哪一尊神明可以求出名牌 這個時候對不對 對 我知道了 我有這樣想嗎 直接就幫你問了 不過我在這裡一定要先陳情一下 不然我會被那個廟公跟我說 他們說我們剛剛介紹這兩間廟 其實它都不會出名牌 他們沒有在報名牌 只是因為他們附近很多居民 大家會聚集在一起 那因為聚集在一起的話 大家就會習慣在那邊看電視 看那個電視上開名牌 所以廟裡沒有出名牌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有人在那邊這樣 這樣算是畫那個圈圈 我說有啊 對啊 你們怎麼眼睛這麼見 旁邊還有一個觀眾喊那麼大聲 我知道了 對啊 什麼意思啊 那個是黃石公廟 黃石公廟也爆不出名牌 就是大湖公園那個地方的道路要拓寬 拓寬的時候 因為那個石頭很大就擋著路了 那時候他們就出動那個挖土機要挖它 可是怎麼挖 挖壞了兩台挖土機 還是沒有辦法把那個石頭 挖不掉 對 挖不掉 後來附近的居民就想說 那可能這個 有石頭 對 有石 所以他們就去拜拜 就跟他說 我們因為是要拓建這個道路 所以你能不能就是說 讓一下 對 讓一下 那以後我們就蓋一間廟 專門來拜你 結果這麼說著說著 就挖洞了 真的喔 講得我全身發激疼 這是死的故事嗎 還是糟糕 所以後來那個就變成黃石公廟 然後就在旁邊了 對 那會提到爆名牌是因為 對 為什麼會跟名牌有關 因為那個時候是因為大家樂 我們台灣以前 大家很喜歡簽那個大家樂 然後就很風行 那就很多人都會去那邊問 那因為這個黃石公廟裡頭 有那個挖洞 那我們知道挖洞有時候會 挖洞 那挖洞的時候 他就會嘴巴唸唸有詞 然後不然就看那個香灰 然後香灰上面可能 就會 就由那個挖洞的口中 或者是從香灰裡面 看出一些 二次啊 對 三三八 還有我以前知道的 他說那舊頭公 就是跟我們有時候 平常是那個小孩 如果拔倒還是什麼 都會摸摸說 那個頭比較頂到大 就是標示說 那小孩如果是不好有期 就帶他去拜舊頭公 就可以標示說 那個小孩的頭 跟那個舊頭一樣 那個人家頂 他可以平安 這樣就對了 我們兩個結伴去 好… 我們一定要交易小朋友 但是講到這邊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節目 導向正向來講 對不對 老師講名牌 其實阿姨是不賭博的 是為了節目效果 也是 這個俗話有句講得很好 這個小賭疑情 大賭就傷身 沒錯 十賭九輸 是嘛 我們要歸勸大家觀眾朋友 千萬 能不賭就不要賭 對 人家說 叫不是頭路 叫不是足夠 所以要注意 所以別擲掉 我們現在後禮拜 你還要帶我們去看哪個廟 後禮拜 後禮拜要去這個地方 我很開心 回去我的古鄉台南 古鄉台南 當然哪裡 對 我聽說台南 那廟很多 都很好的 對… 我們常說 為什麼很多災難 像颱風、地震 到台南就會比較 減少那個機會 因為就是台南的廟很多很興奮 所以下個禮拜 大家一定要看很精彩 謝謝 你稍等 你說得這樣 我怎麼吹一吹 十多了 謝謝你為我們節目 我們繼續來討論 好 謝謝阿姨 謝謝 待會兒吳老師還要告訴我們 如何利用風水發大財 對 所以這個你最愛聽 如果你走開的話 就是你的手足 沒機會 要注意 好 我們現在來歡迎 富賢 富賢你幹嘛 阿姨 你都不知道 賺錢真的很辛苦 我從早忙到現在 到現在還沒有吃早點 對阿姨 你看這錄到現在 不是說吃晚餐 要吃宵夜 你們兩個是怎樣 看今天你們都很沒精神 是怎樣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我們要吃宵夜啊 我還沒吃早點 我要吃宵夜啊 你們真的有夠誇張 一個要吃早點 一個要吃宵夜 如果沒有宵夜 人生就是黑白 好啦 那這放心 準備了 我就說嘛 還是我媽咪就有辦法 對啊 好啊 豆漿啊 豆漿啊 這是好東西 你都不知道 這種吃的肉 還可以吃水的 還有營養 還可以美容 可是阿姨 這豆漿從哪邊擠出來的 什麼擠出來的 什麼擠出來的 什麼擠哪邊拿過來的 算不知你的我們家父親 英國豆林店 該出名的你不知道 好厲害喔 永和豆漿真的很出名 真有名 我記得我很多朋友 從國外來 都還一定要叫我們開車 帶他去永和吃豆漿 真的厲害耶 不是只有這樣喔 今天啦 我們有過去 英國 有去幫他拍一張比賽 看他們的風水 那我們這個 我們馬上拭目以待了 一起來看看 好 這段比賽 永和豆漿店中最老字號的 世界豆漿大王 24小時營業 但是越夜越晚 此處的人潮 卻愈加地川流不息 車鎮也愈加地擁擠不堪 生意絕對不會 比早餐時段來的差 除了那一口香濃爽口 冰熱甜鹹 任君選擇的豆漿 還有其他各色小點 實為人間美味 今天我們就特別 從這個發財店面的風水角度 帶您一起來做一個探討 我想是說 應該可能是說 他的地理風水 應該也佔了很大的優勢 我是這樣子的 我這樣子的認同 那其他可能是說 因為地理風水剛好好嘛 那個人家說嘛 應該什麼 十四兆英雄嘛 剛好這個社會的需求 剛好因為這個產品的開發 那社會上有需求 所以說才今天這樣子的榮景 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根據店員的說法 覺得店家興隆是有幸一品好風水 即時事之所趨 但根據吳老師在現場的觀察 如果從洋宅風水的觀點來看 此店實非理想 能夠做起一品的並非地利 而真是天實 當初他能夠把這個豆漿做得這麼好 只要是得志於天使 在二十幾年前 台灣經濟不發達的時代 吃的東西沒那麼多 那永和豆漿店早期 他是標榜做這個春豆漿 百分之百春豆漿 加上它裡面的一些 各種麵食小吃 做得很可口 所以說在那個時代 大家沒有太多好東西吃的時候 他能夠一枝獨秀做出來 那隨著這個天使的變化 地理影響馬上就來了 首先從中正橋下來這邊 他這條永和路 形成一個很大的緩供 緩供水應該是在對岸 那邊是一個公代水 那才是好地理 緩供水做生意 就是前面賺後面就賠 所以說生意再怎麼好 都存不了錢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這個地勢 也是右高走低 右高走低就是 乳高夠榮 這個兄弟會合不榮 也就是說股東之間的問題 會比較難擺平 甚至到了第二代 兄弟也會為了這個產錢 會有一些 口角周禮 也會為了一些經營錢的問題 會有一些這個爭端 不過他這裡 唯一能夠好一點的 就是他這個地勢 這邊的地勢比那邊高 高 前低後高 會視產應好 視產應好 想當人耳 就是得到好名聲 而永和豆漿 實在也是名聞俠爾 享譽海內外 它第二個優點呢 也是跟橋有關 風水鞋 風水鞋 有一個叫停除水 就這個水一直流流到某個地方 它比較平的地方 那水代表氣 到一個平的地方 就是氣激在那裡 從中縣橋 由高往地慢慢走 這個水路呢 到了這邊 竹林路 剛好這個地勢比較平 所以整個這個地帶 是個停除水 所以永和早期最早的這個 市場 商店 大部分都是在這一帶 慢慢的才到往後面發展 目前這一帶也是永和靜華區 看過店外的風水 走進門來又是如何呢 它這個房子店面比較寬 但是後面呢 就縮進來變得很小 因為這一角比較深 這叫前寬後壁 兄弟不齊 如果要改進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就是 把這個罩移過來 後面那個角落 它整個店面呢 門就可以開在這邊 任何一面都可以 那這樣開過去了 就變成前載後寬 次貸為官 大門櫃為店家裁之口 雖然老實說 門開前方任何一面皆可 但究竟開在哪裡最好呢 如果以這面來講 它這邊總共有四個面 可以開黏 如果以這面來講 剛好會被櫃台 剛好會被這個樓梯壓死 這個也不行 那第二個面呢 這邊看出去 剛好前面有個空網煞 空網煞就是太空空 吃空空 這個人都留不住 員工會走私 所以還是維持原來那個地方 那在最前面那個廚房那邊 因為前面有一個柱子擋住 比較暗 那點面比較扁 所以大概以它原來的地方開 然後把那個廚房問題 調到這邊來 會好一點 那第三個呢 因為這邊有個空網煞 這個空網煞對這房子不太好 所以應該在這個柱子呢 安裡面靜 就是這邊呢 安整排的靜子 從這個空網煞震出去 這樣就可以讓生意更興隆 這個會做得更久 那內部不合的問題也會解決掉 另外我們在店內 亦看到近年來所流行的裝潢方式 也就是以大片鏡子 製造室內明亮開闊的空間感 這對本店來說 究竟適不適合呢 小吃店比較不適合鏡子太多 因為吃飯就是要讓你這個 精神比較鬆弛的時候 那你看這個鏡子這麼多 它光線很多會干擾我們的老婆跟隱神 那吃東西會比較不專心 那同時這個人很多 你會覺得吃得好像有壓迫感 旁邊有人在看 那自己也會嚇自己 所以隱私店啊 盡量就是弄得這樣淡淡壓壓了 非常乾淨就好 鏡子不要太多 鏡子太亮 會使人精神緊張 這個也對消化不好 經由吳老師的解說 讓我們對商家風水 又多了一層瞭解 但畢竟非關切身 可以平常心對之 而對於店家老闆來說 他又是作何想法呢 我是覺得說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會覺得說對這風水的東西 會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相信這種東西 老師提出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地方 我們從前 曾經都沒有去真的深思考慮過 而且他提出的問題 真的也是我們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經過老師這樣子 這樣子解惑一下 我覺得我們可能 我們應該會聽一聽老師的話 然後做一些稍微做一些改變這樣子 風水之說 其實其來有自 並非全屬無機 若是能夠妥善地運用古法 於現代之所需 當可以發揮其效力 而使得好風好水造好運 你看這個商家風水 還是很多的玄機 對啊 譬如說吳教授他親心 還去到英雄大年店 去看風水 今天要錄影 吳教授也親心來跟我們現場 歡迎吳教授 吳教授 觀眾大家好 吳教授剛剛在裡面 講了一段禮語說 情寬厚逼 兄弟不齊 根據報章這個記載 永和豆漿店是第二代 之前他們上一代有一些 觀念不太合 曾經歇業一陣子 你是講真的講假的 是真的事情 所以說發信 吳教授居然能夠看得出來風水 他們現在已經擺平了 擺平了 其實我們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 不太公平 我們又沒做生意 我們是住宅 對不對 而且觀眾一直寫心來問 這個我都知道 雖然我很少來上這個節目 但是我都聽說了 聽說你們來這邊 要寄給吳教授的信 多到已經把這房子都堆滿了 對 所以我好不容易拿了一封來 我現在才有位子坐下來 這張牌是在台北 來黑區 空冷路三段 十四號三樓 平、紅、金、玉 這個怎麼唸 平、紅、金、紫 金、紫 金、紫 金、玉 金、紫 你寄來了 我們還有把他們家這個平面圖都做好了 這是彭玉 你都還有平面喔 好來看看 他們這個問題是出在什麼地方 那裡也有嘛 他這個是這個府上外面的平面圖 彭太太在信中有說明說 這是一棟舊公寓 二十戶人家 兩只樓梯共用一個出口 所以他們家這個住的三樓 從前洞就變成這個後西方開門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這樣子喔 因為他這邊是外面的隔級 那我們先看到這個裡面隔級 他主要的 應該這邊是前面 這邊是後面 他的門從這裡進來 這就是開門門 開門門都比較不便宜 第二他沒有陽台 沒有陽台對前途會有影響 我們以前有講過 第三個 我不曉得他這個辦公桌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是一般的桌子的話 那就沒什麼影響 如果說是一般辦公室 放這樣的話 這個虎邊開門大商主人 那再過來 你看他這個房間 彭皇太太你把這個窗戶堵掉 把它開在這邊才有用 開在這邊這邊的光線 才會吸收得到 然後這邊跟這邊的空氣才對流 這樣開兩面 你這邊再開一個窗 一樣不會對流 再過來 你看他這個廁所 我想廁所可能是開在這裡 開這裡 門 對對對 這個沒有畫出來 可能開在這裡 合理 對 這個房間也最好把它改成合室 改成合室 對 如果不改成合室的話 在這個地方應該掉一面鏡子 在廁所這面牆壁 掉一面鏡子 補裡面的光 不然這裡面太黑了 你看他這邊是走道 對 再過來這個祖歐寺 祖歐寺的床這樣按是對的 它這邊有檔 再來一個切點就是前面寬 後面B 你看他這邊切一腳 切這一腳的話 會使得這個身體比較差 誰的身體 主人的身體 住這一家的人 都會查 而且這個在後面 在後面影響的通常都是那個腸 大腸 大腸 比較大腸 腸胃 對對對 那怎麼辦呢 自瘡跟子宮這方面的毛病會比較多 這裡好像是一刀 再來呢 這個祖歐寺 對廚房 會造成住在這個祖歐寺的人 氣管不好 因為這邊的廢氣會往這邊被吸進來 對 那我不曉得他這個灶台在哪裡 他只有寫個廚房沒有寫灶台 是不是瓦斯這個位置 有可能 有有有 瓦斯在這裡 瓦斯在這邊 就在這邊 這裡 這台這裡我告訴你 這個是泄氣的地方 所以這裡身體一點比較虛 炭錢有已經開 所以應該是要我們在這邊才對 你先去幫忙把它刷掉 刷掉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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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考慮一個腸胸的問題 對 這個我想你自己去解解好了 其實很簡單嘛 叫人來打湯再挑一個公司去就好 沒有 他這個從這邊做起來 從這邊就好 不然就是走這條 走這邊走 他這後面有湯 我看我看 很簡單 你做到這邊 把湯再挑到這邊 老師我還要幫他再問一個問題 他說 他說他是一個家庭主婦帶小孩 但他先生的生意很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老師入不敷出 他聽他朋友說 是因為他們家廁所在中間 所以經濟上會有困難 怎麼辦 不是啦 廁所在中間 我們以前有說過 吸氣比較重 吸氣比較重 會造成糖尿病 腎臟病 是身體上的 對 身體上 入不敷出就是這角 當然你先生的生意做一件 有不敷出 沒拿出的問題 不可以說 看洋債 人家說洋債 決定你一世人 那十多年不對的道理 你要看你先生在那邊的辦公室 還有他們的陰債 還有他本命 人有命有運 還有本身的定 投資的方向對不對 所以跟他們這個廁所在中間 沒有什麼關係 關係不大 不是那麼影響那麼大 所以啊 我們這位觀眾朋友彭太太 今天吳教授已經幫你解釋到這裡清楚 希望對你們的困難有一點幫助 但是要跟觀眾朋友再次說明 我們吳教授 並沒有開業幫人家看風水 很多觀眾朋友寫信來說 吳教授看一支風水 要不要多少錢 拜託 吳教授從來都說錯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不妨寫信到我們節目來 我們按照這個次序 一一的為您回去 我現在就想寫了 我把我家的圖也畫下來 但是觀眾朋友其實 如果有需要我們 我們的節目來幫他們幫助 因為這裡不用客氣 如果是我們的服務專輸 是控理三九十一六九二 你們再來 我們一定會盡力量 來幫你們討論 除了這個0223941692之外 我們還有Email網址 就在這裡 真好 可以飛鴿傳輸 又可以寫信 還有上網路 很方便 今天就謝謝 謝謝吳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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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天晚上9點半 繼續收看我們的 星期天怕怕 拜拜 拜拜 您知道從面向 就能看出人的生育能力嗎 您知道哪座廟宇 能讓您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嗎 發財工水學當中 什麼樣的辦公室 才是大吉大利呢 星期天怕怕 內容越來越精彩 盡情準時收看